从这个近期的大市表现来看 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个利好因素 首先是两会之后H股的 H股有一个追方A股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中资股在大量的中资股在业绩公布之后 明显表现出比较强劲的走势 而且从业绩方面来看 中资股的业绩都是交出一份比较令人满意的 一份成绩表 那还有一方面就是美元的下跌 导致一部分的资金是进入一些中资的资源股 进行一个炒作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痕迹的一个支撑还是非常大的 那从外围来看 外围主要是近几日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反弹 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些金融行业 可以看到类似像红利金融这样的股票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汇丰也收复了很多的失地 所以说现在来说整个港股来说是比较一片比较向好的一个消息面 那暂时来说现在市场上并不会在短期内有一些比较大的利空因素 但是从基本面来看 美国的经济来说并没有实质上的一个好转 短期的话说如果真实痕迹可以上传到一万四千点 或者是甚至到一万四千二来说 也并不是代表它有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反转的一个突破 回荡的一个支持位可能在一百天线一万五千一万三千五百六十点左右 那现在的情况下 现在的恒指的点数一万三千九百点 其实已经是超买的比较超买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再加上对于四五月份之后 可以看预测到市场上继续推动的资金量比较缺乏 所以说现在的位置还是相当高的 谢谢大家